范蒂岡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在古巴的牧林访问 9月21日进入第三天 教宗早晨离开哈瓦那前往奥尔金 奥尔金是古巴第三大城 由西班牙人加西亚奥尔金 于1454年建立 9月21日是圣石马豆战里 教宗方济各在奥尔金革命广场的弥撒讲道 正是以马豆的皈依为主题 教宗表示 一个为罗马人收税的税吏 蒙耶稣造教跟随他 做他的门徒 马豆的皈依是建立在与耶稣的相遇上 而耶稣的注释 则是马豆和其他人一生的转列点 事实上 作为税吏的马豆 受到当时社会的排斥 人们不能与他交谈 因为他属于被排除在 人际关系之外的社会阶层 耶稣则不同 他以自己的注释 不动声色地接纳了马豆 教宗上午在该城的革命广场 为当地信友主持弥撒 之后乘坐车 前往城北的十字架丘陵 在海拔261米的丘陵上 江湖二经全城居民 我让你来试证 在海拔261米的资金属里面 使用大利亚 在海拔262米的丘陵上 要往城市里面 在海拔262米的丘陵上 一切都将有故事 要往城市里面